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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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宋清书 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失门之事 贵派若再苦苦相逼 清书只能以死明治 宋兄弟伤安勿躁 我们使帮主申明大义 岂会强人所难呢 今天这事 宋兄弟如果实在不愿意 那就就此作罢 我要见周芷若 当然可以 请 这位大侠 快坐快坐 这位大侠 您来点什么 慢喝慢喝 老板 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见过聚精帮的帮众 大侠有所不知啊 近些年丐帮横行啊 近几日入侵此地 聚精帮跟丐帮杠上了 几经恶战之后 丐帮把聚精帮打得很严重 落花流水 家为而逃啊 他们早已经离开本县了 那您最近可曾见过 有武当弟子出没 武当弟子 有啊 昨天好像就有一个武当的少侠 被该帮的人给带走了 可不知道 是不是大侠找的呢 长什么模样 眉清目秀 彬彬有礼 好像是姓宋 这位大侠 您不吹点什么了 直落 直落 宋师哥 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我没有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 你宋师哥是想你想疯了 怎么样 我没时间吧 终于让你见到 你朝思暮想的朱姑娘了 直落 我们走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陈有亮 您把她怎么了 直落放心 死不了 我只不过是给她下点麻药 让她走不得远 所以宋兄弟啊 你要是怜香惜玉 那就只一作伴 不一带走 陈有亮 快拿起药来 好啊 宋师哥 你 不一币小人 宋兄弟过奖了 来人呢 宋师哥 你 你要干什么 帮我好好招呼招呼周掌门 你们干什么 别动他 别动他 放开 放开 放手 这些什么 石若 你们进去吸收 放开 石若 石若 走开 放开 放开 你们离他远点 放开 石若 走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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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石若 你 走 走 混蛋 混蛋 你们就这样对待 方主的贵客了 滚出去 走走走 滚 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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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芷若 你没事吧 宋兄弟果然是英雄救美 义无反顾 让人配分 放八蛋 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 我给你们二人留点时间 让你好好素一素你的相思之苦 告辞 宋师哥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芷若 对不起 可是我血已不清 没能好好保护你 你没有必要说对不起 芷若 我的穴道解开了 芷若 芷若 我误会你了 我以为 你跟陈友亮是一求之贺 对不起 我向你赔罪 那倒不必 芷若 这些日子 你去了哪里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多谢宋师哥关心 芷若别来无恙 一切安好 只是一不小心 受了丐帮人的奸计 才会被困于此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他们抓你 完全是想利用你 来要挟我 利用我来要挟你 对 宋秦叔在哪儿 说 芷若 事到如今 我的心意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承蒙宋师哥的错爱 芷若感激不尽 只是 我已经跟无忌哥哥 定下了婚约 什么 芷若 你 你是俄眉派的掌门 你怎么能跟大魔头 定下婚约呢 明教不是魔教 无忌哥哥也不是大魔头 你们都误会他了 他不是坏人 你被迷了心窍了 芷若 那个大魔头诡计多端 学了一身的邪门功夫 他把赵敏那个妖女 已经迷奸了 芷若 无忌哥哥的人品 我比你更清楚 那个大魔头的所作所为 庆竹难书 你怎么跟妖女一样 鬼迷心跳了 芷若 芷若 别说了 宋师哥 你的心思好脏 不是我脏 是你笨 你嫁给谁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嫁给那个大魔头 宋师哥 你的厚爱 植若无福消瘦 无忌哥哥是魔头也好 是淫贼也罢 我嫁定他了 只是天意 你忘了植若吧 我不相信什么是天意 你只能嫁给我宋情书 你要干嘛 我会让那个大魔头玷污你的 宋师哥 你干嘛 你走开 走开 走开 齐叔 望你身为武当弟子 竟然做出如此肮脏恶行 齐叔 你听我说 是我不好 我一是糊涂 但我不是想玷污她 还敢狡辩 若不是我今时赶到 丑姑娘恐怕也遭你毒手 你这卑鄙无耻的畜生 我今天必要清理文乎 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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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他走不远 咱们追 别追了 追到又能怎么样 苏兄弟 你想想 我这可是为了保住你的名声 若是让他回来 武当将你的事情传开 你到时候一样 自身难保 无法在武林上立足 事宜至此 你已经无法回头了 走吧 人家 或者是说 你 他 畜生啊 你竟然传统外人 要杀我灭口 不是这样的 齐叔 齐叔 不是的 齐叔 侄儿不是有意的 可才是一时情急 侄儿少悟 错伤了你 侄儿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齐叔 亡我一直对你 势如忌徒 齐叔 细心采培 没想到 你这孽主 竟做出其事 灭族之事 你怎么对得起你爹 你怎么对得起你太虚伏啊 齐叔 不是这样的 齐叔 不是这样的 齐叔 侄儿真的不是有意的 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齐叔 齐叔 只有你哪一只 将此事报仇秘密 齐儿一定会过啊 出生 干的 你不准为改 齐叔 还想掩盖你自己的过错 齐叔 我如果不起了你们户 顾夕阳间 怎么对得起你师父和职修 齐叔 能够就算凭上这条老命 也不能让你毁我五大名声啊 齐叔 十尾 快报仇 齐叔 齐叔 不敢 罪错了 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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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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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 好久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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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来 来 好久不见 坐下意思 参见帮助大家 来 各位兄弟 今天本帮主有一事宣布 武当宋青叔宋少侠 愿意孝顺本帮 从今天起 宋兄弟就是我帮兄弟了 真是 干嘛能搞这个 各位兄弟 这位宋兄弟 是武当宋远桥大侠的公子 现在魔教教主张无忌 是宋兄弟的师弟 而宋兄弟和和梅新任掌门 周芷若姑娘 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又有婚约在审 如奈 张无忌那个无赖 偏偏又横刀夺爱 详情掳走了周姑娘 可张真人 和武当六侠 又对张无忌偏爱有相 知其子 奸己得逞 让我们宋兄弟啊 受尽委屈 是痛心疾首 决定欺暗投明 投效本方 一起对抗魔教 除此祸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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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问题 这狗贼 真是胡说八道 宋兄弟 我现在赞任你为六代弟子 归八代长老陈有亮同帅 以后你要服从本邦帮规 为我帮效力 有功者奖 有过者罚 多谢帮主 本邦自灵蛇岛抢夺屠龙刀一役之后 予与魔教杠上 折损了不少弟子 所以本邦与魔教 那是心仇就恨 势不两立 如今本邦多时之秋 所以恳请各位 上下一心 务必竭尽全力 对抗魔教 对 对 对 另外 咱们这位宋兄弟也会协助咱们 掌拨龙头大哥 到时候劳烦你也多配上几副五毒诗心伞 给宋兄弟带上武当衫 让他暗自下在武当诸侠和张正人的饭菜里 那时咱们就偷偷地埋伏在山下 在得手之际 咱们便把张正人和武当诸侠一往成勤 拿他们来要挟张无忌 张无忌必定会乖乖就范 好忌 好忌 好忌啊 什么卑鄙 另外 我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今日咱们有弟子抓获了一名魔教众人 大家进来 走 滚醒 朱老四 朱大哥 是朱大哥 朱大哥 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 只要你能把明教在各路的实力和盘拖出 那必定会少你性命 大丈夫 鼎天立地 绝我出卖兄弟的道理 要杀便杀 不会屠楼半死 这位朱老四 是张无忌的心腹大将 咱们由他在手上做人质 张无忌必定投赎记轻 你们休想 我们张教主才是大英雄 他已拯救苍生为己任 哪能受 你们这帮无耻之徒的要挟 大英雄还是什么 我们明教 在张教主的带领下 万众以心 不久便会把元氏 读出终人 再看看你们 一群乌合之众 只会残杀老百姓 还妄想跟我们明教 对抗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你就尽管胡说八道了 那我问你 你心中万众敬仰的大英雄 张无忌怎么还不来救你呢 摩教中早有盛传 张无忌远赴海外 杳无音讯 现在已经失去消息多日 恐怕他早就已经横死 葬身大海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教主武功盖世 无人能敌 张无忌的小子武功 确实不错 不过我听闻早年间 有人给他算过命 说他生就一副短命横死之相 如今看来 怕是已经应验了 张无忌在此 谁敢咒我短命横死啊 赵明 张无忌好端端地活着 我看他还要再活八十年 你为什么要诅咒他 你到底是谁 他不是什么张无忌 他是汝阳王的女儿赵明 这不是大远的郡主驾头吗 这份厚礼我岂能不收 给我拉下 不是倚天剑 他的倚天剑呢 只要一出倚天剑 便可消端对方的兵器 随时躲闪 我要不要救他 我要不要救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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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无忌 你干什么 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你发什么 赵无忌 我哪里又惹你张大教主生气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张无忌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你要偷倚天剑和屠龙刀我不怪你 你把我们抛弃在荒岛上我也不怪你 等我表妹重伤未愈 你竟狠心下次毒手 像你这么阴险恶毒的女子 真是天下手剑 是谁说我偷了倚天剑和屠龙刀 是谁说我对殷姑娘下了毒手 你让她来跟我对治 竹儿都已经死了 难道还能跟你对治吗 你说什么 殷姑娘 她死了 她本来就被金花婆婆所生 又被你拿倚天剑狠狠刺了一剑 她还活得成吗 是谁说我偷倚天剑刺伤了殷姑娘 是周芷若说的是不是 芷若不会在背后说人家坏话 不是她说的 那么是殷姑娘自己说的了 那天岛上只有我们几个人 难道是我义父杀的吗 还是我自己牵手杀了她呀 昭明 我曾经立过都市 要替我表妹报仇 是我懦弱无用 对你狠不相信下不了手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我一定杀了你 张无忌 即便你认定我是 杀你表妹的凶手 你还是舍不得杀我 好啊 你终于承认了 谁说我认了 轻者自轻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凭什么要认 你带我去见谢大侠和周芷若 我要跟他们当面对峙 你不想和你 你到此 你来 你带死我 你带死我 我叫你老师 把你老师 都回来 我带死你 我叫你老师 你不得不上 你老师 还带死你 你老师 但事情办完之后 你再去临死也不迟 你还是先走吧 你这是 在跟你自己找一个 不杀我的借口吗 我就知道你心里呀 实在是舍不得我 就算是我不忍心 那又怎样 我很开心啊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心待我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你真的要进去 我当然要进去 我就是要见谢大侠 跟周芷若 问个名吧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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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出去了吧 谢大侠不在 你怎么反而松了一口气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松了一口气 你以为我没有察觉吗 你一进来 发现没有人在 先是睁了一睁 然后紧绷着那脸皮 也就松了下来 幸好谢大侠不在 也不用你为难 我就说嘛 你舍不得杀我的 那你呢 为什么利用我对你的信任 抢刀杀人 把我们抛在荒岛上 你倒也舍得我了 你既然怀疑我是杀人凶手 我百口莫辩 只有等他们两个人回来 咱们四人对质 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 随便你 反正你满口莫辩 我义父是不会相信你的 我一接到消息 说丐帮抓了明教 一个重要人物 以为是你 一心想去营救 又因为陈有亮 说你是短命种 我忍不住 出手教训 差一点丢了性命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可是你呢 却口口声声说 我害了朱儿姑娘 又是为了毒害你 张无极 你对得起我吗 我刚才对你说的话 有千功远 我向你道歉 如果我跟你说 我派了玄冥二老来这里 杀了你心爱的 周儿姑娘和你的义父 你还会向我道歉吗 难怪你一直这么冷静 一顶也不害怕 来借我衣服 还口口声声说 要跟他们对峙 你早有预谋 是不是 我骗你的 我只是想看看 你的反应而已 你始终不相信我 看来妖女害人这几个字 早已深入你的骨髓了 这是不能赖我的 郡主娘娘的本领 我早就领教过了 你做事不择手段 害人独人的事情 我也亲自领教过了 我从前做的事情 我有不认过吗 那周儿的死 只若受伤 屠龙道的失踪 你怎么解释 我 我没有办法解释 我只知道这些事情 都不是我干的 张无极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凡是你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 你都不要忘听人意 更不要胡乱猜测 你说我偷屠龙刀 尚有理由 可是你怀疑我杀了殷姑娘 那就匪夷所思了吧 那是因为你妒忌我和朱儿 张无极 你不要自台身价 你以为你是谁啊 最后告诉你 我没有害朱儿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就是这句话 是我自己不争气 才会喜欢上你这个 不知好歹的大笨蛋 张姑娘 张姑娘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好好说话行吗 你要不就相信我 要不然就杀了我 你既然认定我是杀人凶手 那还跟着我干什么 张姑娘 张无极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都不能站在一起 除了就下鲜uli 你怎么会有好适合 什么都不敢 你让我来 你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你也不愿意 我还不愿意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还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一位 我还不愿意 我一觉醒来 朱儿死了 义凤和朱肉中毒昏迷 就只有你一个人消失了 而且小赵留下的 船业不知所踪 种种迹象 都证明你是凶手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我是被陷害的 你知不知道我也中了毒 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渔民把我从海上救起来的 就不止这儿 姑娘 当日你神志不清漂浮在大海里 幸好我和老伴出海打鱼 发现了你 才把你救了回来 你都昏睡了好几天了 我有药室再生 必须立即起行 什么事比身体还要重要呢 躺着吧 我非走不可 两位不必再劝 小王爷 拜见小王爷 告一位姓赵的姑娘 她说是你妹妹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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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咪咪 咪咪 你为何身负剑伤 又中了自己的 石箱软金散之毒 还好已及时恢复 不然 你的五脏六腑 不可能恢复了 你说我中的是 石箱软金散之毒 对 立即调遣水菌精锐 全宿出海 赶赴灵蛇岛 去找我几个朋友 其中有一个叫张无忌 是当时的英雄豪杰 还有一位姓谢的大侠 势不容缓 快去 是谁毒害你的 我不知道 当时我几近昏迷 眼瞼急中 浑身乏力 我连睁开眼睛的力气 都没有 此人手段如此卑鄙无耻 如果我知道是谁 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想不到郡主娘娘 也会骂人手段卑鄙 比起当日被你整治的武林好汉 她的手段 跟你差远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死不足心 但我明明特目而敢做敢当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我也绝不承认 几位客官 你们是莫大侠的朋友吧 是 莫大侠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房间 请跟我来 就这儿 老板娘 我七弟可有留讯息给我们 定房的事啊 一直由我的相公负责 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等我一会儿看到他 帮你们问问 小心 坐开 赵姑娘 天快黑了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 你堂堂张大教主 何必管我死活 不行 我答应你 过了今晚之后 我不会再管你的死活 只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宜再继续赶路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的事情 不用你来管 张无尽 你干嘛 张无尽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下来 你放下来 你这样何苦呢 我冷死了 正合你意 用不着你冒括号子 假慈悲 我不想你死 我不死 你永远也不会相信我 你口口声声说被冤枉 如今就这么死了 又如何申冤呢 你死了 就永远带着凶手这个污名 能还你清白的人 只有你自己 是 谢谢你 几位慢用 相公你回来了 老板娘 接着 来了来了 几位可是 莫大侠的朋友 正是 老板怎么了 我七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他呀 连房钱都没付就走了 我刚才啊 就是出去找他去了 却怎么找也没找到 你说他这人怎么能这样 老板 房钱我们替他付了 在下带我七弟给你道个歉 只是这实在不像我七弟所为 我们相信他不会无故来诈 我看这中间必定有蹊跷 我七弟在投殿的时候 可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他说过什么吗 倒是没有 老板 可否带我们去房间看看 好的 九位这边请 九位客官就是这儿 大哥 你看 大哥 你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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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弟的武功已经今非昔别了 就算遇到强敌 也应该能应付啊 话虽如此 可在路上捡到七弟这把长剑 我总是 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错 我们习武之人 这随身带的兵刃 绝对不会乱放的 更何况 此件是师父所赐 当真是 剑在人在 剑王人在 行了 行了 别启人忧天了 在没有找到老七之前 就不要妄下结论 说实话 我还是比较担心无忌 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他身为名教的教主 数大招风 虽然武功盖世 但是他为人忠厚老实 就怕被奸人所利用陷害 大师兄 你说 有关无忌的江湖传言 会是真的吗 你是说 他和赵明好伤这件事 自从我安死一役之后 江湖中人都流传说 赵明喜欢无忌 又故意放走六大门派 来讨好无忌 就怕无忌受这妖女迷惑 七弟在客栈 留下门户有变 急需清理 这八个字 实在让人猜不透啊 莫非无忌是孩子 无忌绝不会做败坏门风的事情 他只是忠厚 又不糊涂 反正我信得过他 只是 照明这妖女 奸诈恶毒 无计又处于血迹方刚之念 就怕到时候 来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跟我这妖女在一起 那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们有没有闻到收柴炭的味道 莫非这洞里有人 我进去看看 我进去看看 我这就给了 kunna 一步 我还是要去看看 我看不到 我这颗子 我这不管是 我儿子 我帮他們 我看不到 你 看不到 齊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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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他 齊叔 齊叔 不要 武器 他们一定会以为是你杀的 你冷静点 齊叔 谁在里面 到底有没有人 谁 给我出来